有一个师兄提问 有人说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好人 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他们觉得自己即便是不皈依 不念佛 死了之后也不会去坏地方 是这样吗 这个都要看他的前世 如果人只有这一时的话 那就是这一生当中 他确实是没有做过什么罪 这样子的话 他不会躲什么可怕的地方 比如说地狱饿鬼的不会躲 但是人有前世 如果是在前世当中 他就是做一些罪的话 虽然他这一时没有做什么国宝 也会有的 所以前世的国宝成熟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地狱饿鬼 这样子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你只是看这一世 因为这一世我没有造罪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忏悔 这些说法可能是还不太完整 因为他前世是什么样子 还不知道 所以说还是要根据整体的状况来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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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